大家好 我留意了一段日子 之前未有機會 今次有機會借回研究和拍片給大家 看看是甚麼狀況 Paul Peacock 的一款超薄裝 其實不可以叫薄裝 真的是超薄 初一看它的主要原因 為甚麼留意它 就是它的機身和一般的坊間桶機 或者一些普通 現在有些自家機身 有些品牌都推出自家機身 但都頗大隻 有些中價牌子的 亦是頗厚的 這隻為甚麼會這麼特別呢 我覺得它用了一隻Lamania的8810機身 8810機身曾幾何時 以前很多牌子都有用 現在很少很少 真的很少 不知為甚麼 絕對不知為甚麼 現在補機有沒有用呢 亦有 補機其實也有些Lamania 8810機身好像Omega那些曲 曾幾何時 它那時是全世界最薄的 都是後期被人打破了 我想都是拿了連續幾年 都是有個全世界最薄的一隻 全自動的全鎖 全鎖跟Rogue 一個珍珠鎖有些不同 它是一隻大鎖 就叫做大鎖 自動錶 最薄的 這隻手機是不夠3mm 其實是非常誇張 2.9mm 我講講它的結構 研究一下有甚麼可以說的地方 為甚麼它可以做到這麼薄呢 原因是它將不同的系統 融合在一起 是在同一個平面上就可以處理到的 再說一點 這隻手機 不要理會它有多少動力主轉 其實不是太長的 不是說 但是合理 合理一個Dresswatch的動力主轉 因為Dresswatch其實都是預理即日帶 基本上就是 它有雙發條的雙發條 我覺得這樣擺 動力應該這樣看 其實它是做得對的 因為這個才是上面 你見到 有些Paul Peacos 品牌的雕刻 落金 我覺得這個擺法有少少像FP Fragic Piguet 即1150 又是這樣在上面雙倍枕 我覺得有少少像 為甚麼它可以做到這麼薄呢 主要原因就是 自動系統部分 基本上如果一般那些機身 痛機那些是高一層的 它就不會的 它就扔回去的 即是這塊甲板其實非常厲害 主要原因就是它處理好 已經處理好很多系統了 上鏈系統 手上鏈你要上鏈 是吧 甚麼靈角仔 那些 甚麼Crown View 還有 鑄銜 智能 也有一筆 大隻 側 gente 發現它的鏈 都會是轉的 但自动相链也有一套reduction gear 一套齿轮系统 reduction即是 reduction即是将力如何如何 大概是那个意思 这里转很多个圈 会变转得很少个圈 但有很多力 就叫做reduction gear 另外一个发条 去到这个发条之后 其实传动系统的甲板很小 在这里 234 琴重 这个做得很好 就是它将琴重轮显示很多 基本上包了一点 好看一点 你知道那个是琴重莲花轮 整个系统就用一个圆形做一个设计的风格 设计风格 所以去到这里 摆板上又转回头 你见到摆梁甲板 又是跟着这条圆形的弧线 去到转回头 所以琴琴跨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将一些很多系统 刚才都说到 有传动 又自动 又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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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系统 就屯屯屯地摆在中间 这里也是这支 Namania 8810 机身 厉害的地方 打磨再可以看看 我觉得 绝对不差 打磨 已经是非常幼小 日落一条纹 你看看它做得好不好 其实你应该用一个放大镜 去照一照 它的丝纹 够不够幼小 那你可以 不差 绝对 鱼的做法 它做了一个挑胸 真是PP 不是黑色 是真是挑胸了 另外这两个就是Swiss Mate 和黑了 这两个就是雷射 整体上的感觉 是否很正 基本上 你这个旗身 这么薄的一只 又这么有特色 又这么 即薄本身 也是一种特色 讲完基金之后 我看回前面 即前面你觉得好像 我觉得其实有点像 伯爵的风格 Apple Pinot 那些 这只不是白金 这只不是白金 这只PP 是钢 所以基本上 Stainless Steel 不是白金 白金的价钱 然后再贵一点 Stainless Steel 应该都是一个 可合理的一个卖价 这样 那面 我不评计它的颜色 颜色很难 即是很主观的 灰色、黑色、白色 但有一样东西 我想赞一赞它 就是它的字钉 是切割得挺漂亮 基本上 譬如有些白金标的做法 它的字钉和针都是白金 这只没有证据显示它的白金 但一定表面上 度了一些很亮的 Rodium coating 这些一定不是钢 钢没有那么亮的反钢 但我不是想说这件事 我想说 它整个字钉的形状的问题 形状是一种屋形 屋形就是大概字钉有两种做法 一种就是屋形就是尖顶的 然后旁边就是四十五度角 两边 或者是平顶的 平顶得来 旁边都有斜切 这样 这个我想它做不到平顶 因为其实都很幼 但是它这个屋形 它旁边的反光度 基本上做得挺漂亮的 基本上好过一些白金的做法 有时有些贵标 即是白着也好 用一些白金 就这样一条巴 是圆巴 圆巴反而那种反光度 没有这只那么亮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 一条巴有两边四十五度角的斜面 那两边都是反光的 那就算多好 整体上是一种灰面 做一个太阳拉三纹 两支剑针 或者是一支幼的棍针 整个壳 我觉得 亦都是跟它的超薄 都是匹配的 原因就是 它有一点是一种飞碟型 飞碟型的意思就是 它最外边是继续收尖 那你感觉上 会是更加薄 它很巧妙地 很聪明 本身也很薄 但它有一点做了一种飞碟的性格 兜底 所以亦都是 有点事觉上的错觉 你就觉得它是更加薄 一定是两针 一定是无力力 即自动 算是很薄 但薄是一个特色 但不是最强的一个 买标的一个考虑因素 我觉得亦都是以机芯为先 即买标 牌子也是 但牌子以外 如果可以找到一种很漂亮的机芯 亦都不是纯粹通用机芯 很简单 那也是很值得的 不愿意 不愿意 不愿意